高速公路开车时揉眼睛这个小动作 不经意间引发追尾货车事故 记者4月28日从浙江高速交警部门获悉 日前浙江社S2航用高速航周段发生一起叫车追尾货车事故 造成辆车受损 幸运的是事故中无人员伤亡 值得注意的是 引发事故的原因仅仅是叫车驾驶员苏某揉了一下戴隐形眼镜的眼睛 经警方调查 设是红旗轿车驾驶员苏某 95后小伙子 据其向警方描述 他行车至杭州萧山沪通不久后感觉眼睛干涩 揉了揉 却把一只隐形眼镜揉掉了 他下意识低头寻找 轿车瞬间追尾前方一辆正常行驶的货车 导致货车一只轮胎被撞落 人都懵了 抬头就看到眼前一只轮胎在滚 货车摇摇晃晃地向着硬路肩上开去 苏某说 索性前方货车司机黄师傅拥有多年驾驶经验 在车辆受冲击一时到被追尾后 在货车逐渐失控的情况下 牢牢握住方向盘 放油门 利用车辆惯性控制车辆向硬路肩停靠 在滑行将近500米后 货车安全停靠在硬路肩上 后经检查 货车左后双轮胎的一个轮胎已缺失 之后 双方因事故责任争执近5分钟 两人都没想到报警 直到被巡逻警车发现 事故直接原因系苏某剪影形眼镜引起 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 苏某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 高速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对苏某罚款100元 即二分 同时 由于两事故车存在 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 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的违法行为 高速交警部门对二车司机依据 浙江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第78条第一项规定 分别作出罚款200元 即三分的处罚 浙江高速交警提醒 在隐形眼镜高速驾车有一定危险 一是驾驶时集中注意力容易导致眼睛干涩 二是行车时开窗受封眼睛会不舒服 即一下意识柔眼导致隐形眼镜脱落 高速公路上车辆如果发生事故或故障 一定车靠边 人撤离 即报警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